欢迎关注中国体育比赛传奇一起为国宇加油 北京时间2024年9月17日 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在长洲正式拉开帷幕 本届赛事是超级1000赛事规格和奖金都很高 尤其是总奖金200万美元 是本赛季奖金最高的赛事 本站国宇退赛名单 混双正思维、黄亚琼和女单陈宇飞 他们的退赛虽然令球迷们感到些许遗憾 但国宇的目标不变争取在五个单项上都有所建树 在家门口全部打入决赛并尽可能地夺得更多单项的冠军 接下来是首日赛事的具体情况 南丹世界第一时宇齐迎来 西奥运周期第三战比赛前两战14强16强 较至上半年Super750以上赛事四冠一亚略有不如 转折点就是巴黎奥运会止步八强 欲待皇冠必成其重 宇齐背负着最大的期望却收获着莫大的失望 青庄上阵重新来过需要时间来释放压力 从韩国羽毛球公开赛Super500 第二轮受伤坚持完赛可见一斑 想退赛却担心网爆的石宇齐面临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越的处境 能否一扫阴霾在四年后登临决颠 需要一颗大无畏之心 技战术与他的提升空间有限了 此番对决自由人前泰国一哥世界第三十七王高伦 双方交手六次石宇齐全胜 首局石宇齐开局10比0一度取得19比5的领先 21比10先下一场 四局战局胶着7度打平站至16比16 21比19再下一场 从比分来看石头的热身效果不错 希望他可以强硬起来站上最高领奖台 这是扫掉奥运阴霾的最佳时机 宇丹王指宜21比1421比12取胜米亚 米亚是法国大波波夫的女朋友 最近一直跟着大波波夫兄弟训练 可能陷入到爱情的甜蜜里训练不太上心 这场比赛几乎被王指宜全场压制 只有招架之功并没还手之力 王指宜本场的状态很不错 开局迅速进入状态 以21比14率先拿下首局 米亚在第二局也是完全找不到状态 王指宜依然保持着对米亚的压力 全场领先以21比12再度轻松拿下第二局 大比分以2比0战胜对手晋级第二轮 南双一胜两副国与南双首日比赛 三队组合出战 率先结束的比赛中陈百扬 留意对战马来西亚组合无是非 一组定 陈流组合世界排名第21 马来西亚组合世界排名第12 比赛第一局陈流组合打得非常主动积极 顶住了对手反扑 以21比17先胜一局 第二局马来西亚掌控节奏 以21比12扳回一局 决胜局马来西亚以21比19险胜 国与另外一队组合谢浩南 曾伟汉 对战马来西亚组合万伟聪 郑凯文 浩瀚组合世界排名第46 马来西亚组合世界排名第17 双方在上一战香港公开赛 刚刚有过一次交手 当时马来西亚组合2比0胜出 从实力来看 马来西亚组合确实更胜一筹 最终马来西亚组合以21比17 21比19直落两局胜出 未免冠军星科奥运亚军 世界第一中国南双组合王场 两尾坑 2比0战胜法国组合波波夫兄弟 晋级16强 两局比分 22比20 21比16 别看大比分是2比0横扫 实际上此一赢得并不轻松 首局一度18比20落后 梁王挽救了两个局点才逆转 赛后央媒发文庆祝 梁王组合2比0战胜波波夫兄弟 晋级16强 梁王组合奥运会后首秀已经完成晋级 梁王组合也登上热搜榜 这两人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 羽毛球南双项目上拿到亚军 巴黎奥运会后这两人参与了 诸多活动一直没有系统性的训练 不过奥运后首秀的表现 还是算不错也算以赛带练 这两人一度18到20落后 达到21到20反超后的最后一球 那叫一个精彩 两队的攻防大战 让看台上的球迷惊呼连连 打了无数个来回 还是依靠梁伟坑的一个扣球 直接打得小波波夫倒地没有接住 这一球帮助梁王拿下第一局 在第一局结束后 第二局明显更为顺利 梁伟坑与王场一次而语能明显 看出梁伟坑这小子开始偷着乐了 他们心里一定知道 这一场比赛拿下了 这场比赛王场还贡献了 一个精彩万分的球 他教科书级别的偷后场 直接让波波夫兄弟一个战装 一个追不上 这就是奥运亚军组合的实力吧 从排名444名到排名世界第一 王场 梁伟坑做了多少努力 这是我们无法看见的 女双一胜全部晋级 女双比赛李温妹 张淑贤对战 中华台北组合张敬慧杨景敦 李温妹和张淑贤 是国语拆队之后的新组合 尤其是张淑贤之前的战绩非常出色 中华台北组合世界排名第29 国语魅贤组合实力明显更胜一筹 双方第一局打得比较胶着 关键时刻魅贤组合顶住压力 21比17拿下 第二局魅贤组合完全进入状态 把握比赛节奏以21比9轻松拿下 总比分2比0战胜对手顺利晋级 贾伊凡 郑宇轮空直接晋级 李怡静 罗许敏轮空直接晋级 刘胜书 谭宁轮空直接晋级 混双一胜一负 混双比赛成兴 张持对战乌克兰组合奥莱克西 坎特米尔 星池组合世界排名第26 乌克兰组合世界排名第70 全场比赛星池组合完全掌控比赛节奏 乌克兰组合由于实力有限 并没有太多得分办法 最终星池组合以21比13 21比11直落两局轻松战胜对手 晋级16强 另一队组合郭新娃 陈芳慧大比分1比2迈斯 不肯 从比赛表现来看 双方应是属于一个层次的对手 国瑜组合世界排名第37 丹麦组合世界排名第24 双方的第一局争夺就很激烈 一直打到20平 郭新娃 陈芳慧才凭借两个关键时候的得分 以22比20拿下 双方在第二局也是打得你来我往 对手以21比19扳回一局 第三局陈芳慧的失误似乎有点多 对手再度以21比17拿下局胜局 以大比分2比1战胜郭新娃 陈芳慧 首日就出现三组一轮游 这对主场作战的国瑜来讲 的确不是什么好兆头 而且明天或许还会有一轮游球员出现 难道200万美元的奖金 要为别人做嫁衣吗 请保持关注中国体育比赛 传奇将持续为你带来赛事的最新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